朋友们大家好 这期我们来聊一聊 乌土栽培的一块 我们这边 这个是今天刚定制的 西瓜苗 那么这个机制我们采用的是牛粪 实际上 建议咱们朋友们在 做乌土栽培的时候 一般建议 就是蚯蚓粪和牛粪这个比例 一般是1比1的一个比例 这个西瓜苗 我们定制的这个间距是 20到22公分 另外就是咱们刚定制完以后 这个一定要浇透 那么这个 在乌土栽培的时候 这个肥料一般从什么时间开始用呢 实际上不管是蚯蚓粪 还是这个牛粪 它本身的它带有一部分 营养 比如像蚯蚓粪 它本身就含有 五个蛋五个零五个甲 它本身就相当一种平衡肥 而这个牛粪的基本上就是 还有这个氨基酸的 腐质质 这类比较多 零和甲的有少量的 所以说呢 咱们刚栽上苗子以后 就说前10天 或者是前12天之内 那么咱们呢是不需要去这个追肥的 只需要呢 就是加入一点 比如这个 海藻精啊 或者是黄蚓酸甲 这类就是畜生根的 就可以了 那么从什么时间开始追肥呢 就是说 这个根系完全长出来 根系完全已经扎出来 就缓棉结束之后 然后咱们开始进行追肥 就可以了